这是荒野独居第五季 节目组邀请了之前表现不错的10名选手 来到蒙古挑战以外求生 坚持到最后的选手 将获得300万奖金 其中我最看好的选手就是凯蒂 其他选手还忙着搭建庇护所时 他刚进入副本 直接去找炸猛麻烦 这蛋白质可是牛肉的好几倍 收集足够多时 就能用棍子串起来烤着吃 当然也可以拿去当幼儿钓鱼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上次挑战凯蒂存活了86天 但是一气下来只钓到6条鱼 后面因为体重下降得实在太快 为了确保选手的身体健康 节目组只能强制他退出比赛 回去后凯蒂就一直调养身体 并不断学习磨练求生技能 为了这次挑战 更是将增重了30多斤 哪怕后期没有食物吃 也能比其他选手多傲几天 希望能够通过狩猎填饱肚子 虽然钓鱼并不是凯蒂的强项 但是收集到的炸猛实在有点多 这不拿去钓鱼就太可惜 准备将希望都寄托在明天的陷阱上 要是能够弄到点食物就再熬多几天 不然就只好回去吃顿好的了 很快就来到第七天 布兰德醒来后第一件事 就是去检查陷阱 可惜陷阱那一点用都没有 最后的希望就是钓到条大鱼吃 这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期间别说钓到鱼了 连根杂草都没碰到 这让布兰德非常失望 虽然300万奖金很诱人 但是自己是没有运气拿了 回到营地后就拨通节目组电话 他并不后悔做出这选择 一周不到的时间 就有两名选手退出挑战 剩下的八名选手中 不知道大家更看好谁呢 好家伙 别人还在三天饿酒顿食 这群选手却已经开始秀起厨艺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啥调料都不用放 要的就是那原汁原味 大家觉得这样弄出来的食物好吃吗 反正我是不敢放进嘴里面 荒野独居进行到第七天 布鲁克整晚都能听到狼吼声 待在营地里面完全不敢入睡 只能等到天亮后 想办法弄个坚固的庇护所 吸取上次挑战的教训 布鲁克要更加合理分配体力 庇护所尽量弄得精致一些 在第四季双人挑战赛上 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搭建上 导致自己体力消耗的太多 加上缺乏食物 身体出现问题 害得丈夫陪他退出比赛 这次过来就是想证明自己 顺便拿回当初的300万奖金 布鲁克虽然非常努力 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身体并不是很乐观 才忙碌了一回 就已经气喘得不行 庇护所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整理 希望不会又把自己累垮而退赛吧 耗费了不少功夫才勉强弄好 不知道能否抵挡住狼群的袭击了 反观杰森的小日子就要好上不少 原本只是想到野外八些洋葱吃 谁知道会在草丛里面听腹舌的声音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拿着武器到处寻找在哪里 真怕杰森不小心踩到被咬伤一口 突然停了下来在瞄准什么 反正我是什么都没看到 杰森对自己的视力非常自信 直接拿起弓箭射了过去 下一秒那蛇就躺在那里等着被吃 里面的肉并不算很多 他也不在意 现在就要将皮肉给分离开 不吃的那张还能拿去当诱饵 就是处理的画面实在有些糟糕 忙碌了好一会才把肉给爬了下来 不需要任何调料 直接放到锅里煮熟 对于杰森来说 那肉就像鸡翠骨 就是味道有些腥 勉强还能下咽到肚子里面 如果可以 他还是想整农些鱼吃 镜头来到妮可这边 他刚在河里洗了个澡 整个人感觉精神不少 接下来他要搭建个好点的庇护所 他可不想在入洞后冷到自己 唯一的问题就是身体有毒发性硬化症 要是在野外犯病 真就要被人抬回去了 所以每天工作量不能安排太多 尽量确保身体有足够的休息 花了一天的时间 也才勉强将框架弄好 想要过得更加舒适点 需要收集搬运不少的材料 尽管如此 他还是时常感觉气喘的不行 翻病时鼻子合脖会有刺痛感 目前还没有出现过 你可觉得只是身体太累了 应该可以再坚持多几天 蓝迪醒来后就感觉肚子有些饿 试着到河流那边寻找食物 他做法很简单 就是用绳子套住瓶子 然后在钩子放上榨芒 这里的鱼就喜欢这么一口 每天蓝迪只花15分钟钓鱼 都能收获到不少鱼上来 也不知道是榨芒的作用 还是他钓鱼技术好 要是能多弄点回去囤积就更好了 蓝迪并不想这样 喊凡尔赛的说 不能对大自然过度索取 即使肚子再饿 也要注意生态平衡 反正每次饿了都能钓到好几条鱼 这些已经足够填饱肚子了 要是让其他选手听到 怕是要冲上来暴打一顿才行 将鱼带回营地里面烹饪 蓝迪在这里的小日子 过得那时越来越好 光是看这过鱼 就知道比大家好太多了 吃饱喝醋过后 开始准备搭建庇护所 看他准备的材料 就知道是个大工程 至少要堆到腰那么高才够 这要是能够搭建出来 即使面对寒冬都没有什么问题 难怪蓝迪每天都有浴翅 还是会饿着醒来 光是看着都觉得有点累 上次挑战的时候 搭建母屋没啥经验 可怕自己累得不行 弄出来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加上弄丢打火时没法生火 硬看了21天后 实在扛不住 这才退出挑战离开 退赛后 除了休息调养身子外 回去后就一直在学习提高求生技能 他这次可谓是信心满满 搭建的时候还不忘给自己留了个门 目前庇护所的基本结构已经搞定 后面只需要把屋顶和里面搞好 自己就可以搬进里面过冬 要是能够持续收获到食物 我看蓝迪还是挺有机会能够获胜的 目前体力保持还不错 后面靠着挨饿也能多坚持几天 比赛进行到第八天 山姆也吸取到上次挑战的经验 尽量携带一些不重复的工具过来 让自己更加适应这里的环境 虽然他没有带鱼勾过来 但是可以用带来的铁线制造 而鱼线则是将散绳拆开替代 这样就能比其他选手多些工具使用 山姆的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钓鱼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目前还处于空军状态 经常更换钓鱼点 试图增加点成功率 这一天忙碌下来 没有看到一条鱼 山姆怀疑节目组是不是安排错地方了 上次挑战也是没弄到几条鱼 看来这钓鱼技术 还得多练练才行 今天想靠鱼肉填饱肚子是没机会了 还是先溜回到庇护所那里 每天都能听到鸟叫声 他想着就在这附近 多布置些陷阱 哪怕弄到只鼠鼠也可以 虽然希望并不是很大 但是也总好过在那里带着钓鱼 陷阱基本上都是用石块加树枝组成 只要有动物触碰掉就会砸下去 山姆看着那鸟早就残酷了 幸好肚子上的脂肪还有不少 即使再饿个礼拜好像也没啥事 就在山姆的怀疑人生的时候 杰森表示食物那不是游手就能搞到的吗 像这么大一只松鸡 能够让他身体坚持多几天 可惜忘了拍下狩猎过程 不然就知道他刚刚那件有多么准了 杰森现在心情那是相当好 立刻将这松鸡给清理干净 一般不吃的部分都会拿去做诱饵 剩下的就可以放到锅里面炖煮 可惜没有什么调料能放 杰森感觉这肯定比那蛇肉好吃 立刻放到嘴里面品尝 确实要好吃很多 但是味道有些怪 感觉这跟老鼠肉差不多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吃出来 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肉太少了 刚可满指松鸡 肚子没啥感觉 只能算是稍微解解馋而已 想要坚持到最后 还需要更多的食物才行 你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到现在都没有吃过什么像样的食物 反而因为搭建庇护所 把自己累得不行 每次干完活都对他很久才缓过来 身体那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他非常担心会再次犯病 看这样子估计是走不远的了 妮可还得拖着疲惫的身体 到野外寻找能吃的食物 附近也就能挖到一些野洋葱吃 能提供的热量还没走路消耗得多 妮可还想看能不能找些药草治病 可惜这几天溜达都没啥发现 现在也只能整些洋葱当晚餐吃 看着妮可一直在野外那忙碌着 真怕他突然病发倒在地上躺着 也不知道这样下去能坚持多久了 在第九天时 山姆还没有弄到吃的 肚子一直在那里饿得咕咕叫 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陷阱 虽然身上还有脂肪扛着 但是待久了 还是会营养不良晕倒 比较幸运的是 山姆的陷阱有处罚 原本他想着能搞到叔叔就不错了 没想到会抓到个大家伙 山姆已经笑得合不拢嘴 还以为是抓到什么这么兴奋 没想到只是一只小鸟 对山姆来说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以后自己能够弄到更多肉吃 那鸟本来身上就没有多少肉 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毛光后 放到锅里慢慢熬 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过后 骨头都要被他给炖烂 与其是肉汤 更像是肉食 山姆感觉肚子稍微舒服一点 就不知道接下来能否弄到更多食物了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你可想着多收集些话术皮扑在庇护所上 刚开始还挺顺利的 但是干了一会就感觉不对劲 脖子那传来一阵阵刺痛 这很有可能是要病了 吓得他赶紧停下来休息一会 可是身体并没有什么好转 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光是走回庇护所 就已经疼得不行 妮可觉得自己是扛不住了 稍微一不小心就会摔倒 继续待下去会有生命危险 没有办法只能呼叫节目组过来 当工作人员来到的时候 妮可的腿已经完全失去知觉 医生简单检查过后 身体的情况比想象中糟糕 只能用担架抬到医院进行治疗 不到两周的时间 已经有三人退出挑战 剩下的选手看起来也不是很乐观的样子 大家觉得是选手变菜了 还是这里的环境太恶劣 不知道接下来会碰到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赶来参加荒野独居选手 实力都不简单 相隔这么远都能把松树设下来 虽然块头看起来并不是很大 但是放到烤架上的味道是真的香 经过简单的处理过后 那皮毛能够制造成袋子 不值得内脏也可以当诱饵抓鱼 关键是那肉口感是真的不错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会是什么胃呢 反正我猜他肯定会说是肌肉胃 现在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12天 还有7名选手留在场上 随着气温不断降低 大夫感觉庇护所已经有些扛不住 需要再砍些树木进行加固才行 突然发现就在不远处的树 正好能够砸到庇护所那里 幸好最近的风还不算太大 现在正好把这些局清理干净 虽然有可能会直接倒在防水布上 但是自己可不想浪费体力搬家 只能祈祷等会不会这么倒霉吧 尽量从侧面进行砍伐 卡卡起下就将那树给解决了 都是往另外一边倒下去 大夫那心情瞬间变得顺畅了不少 镜头来到老黑这边 他在去钓鱼的路上发现有只铲除 随手一掏就将它捏了起来 块头并不是很大 加上表面出现不少橙色斑点 很有可能吃完就能看到小人跳舞了 换做是你会冒险将这煮来吃吗 反正老黑是不敢尝试一下 为了安全起先 只能含泪放走 还是看看附近有没有食物能吃 每天早上都能听到鸭子的叫声 要是能用弓箭弄到一只也不错 直接射击肯定是不行的了 还得在弓箭上加工一番 将散声拆开成细绳子绑在上面 这样命中目标后还能拖回岸上 老黑的想法思路挺好的 但是这多少都会影响命中率 现在就看他狩猎的技术怎么样 平时鸭子都会顺流而下 老黑着急也没有用 只能坐在那里等鸭子飘过来 他知道附近有不少松鸡出没 但是之前布置的陷阱 到现在都还没看到什么效果 感觉自己是被节目组给坑了 食物资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丰富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鸭子没有等到 反而看到有路跑来 这可把老黑给馋哭了 想都没想直接瞄准目标射过去 可惜并没有命中 反而吓得那路上岸躲在杂草了 老黑也没办法跨河过去 只能看着那路站着 气得他又来上好几发 要是刚刚能够狩猎得到 自己至少能够待多个月都没问题 现在又饿又累 心情那是相当糟糕 他得想办法弄到食物补充才行 也不知道多制造些陷阱出来 能不能提高一下捕获的成功率 要是入冬前没有囤积到食物 自己估计很快就得回家洗洗睡了 突然听到树上有鸟叫声 或许弄些捕鸟陷阱也不错的样子 赖瑞药比老黑幸运很多 之前就钓到不少鱼上来 今天打算拿着鱼竿到另一边 这里有个深血窝 那些鱼就喜欢往里面钻 与刚来时相比 体重也下降了不少 感觉吃再多的鱼都补不回来 赖瑞就想着现在多弄些食物 后期直接摆烂躺着挨了 这比赛算是给他给完明白了 很快来到钓鱼点等于上钩 闲下来就想起跟家人度过的日子 赖瑞一开始还挺开心的 后面那时越想越伤心 都想着要不要退赛好 幸好这时有鱼上钩打断了他 这么大一条鱼 赖瑞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兴奋的甚至跳起来舞来 或许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他只想快点回去弄过鱼肉 犒劳自己 就不知道后面能否继续保持住了 兰迪这边还在为自己的木屋而努力 虽然已经把基本框架给弄好了 但是里面还有不少东西需要弄 往后的天气会变得更加恶劣 得早点搬进去到木屋那边才行 先把这边的东西打包带过去 很快兰迪就来到心屋思考还缺什么 简单休息过后就将防水布盖上去 然后用土和杂草将缝隙填不好 他可不想睡在里面还被冷风吹 尽量再多添加几层到上面 整体情况看起来还不错 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里面的炉子 岩石早就已经搬运过来 还需要一些粘土把缝隙填好 要进入到水里面把掏出来 得亏这里的量够多 自己不用跑到太远的地方收集 很快兰迪就收集到满满一大袋 一边将岩石叠起来 一边用黏土堆高 只需要等风吹干后 再往里面生火进行加热 就能够变得像水泥一样牢固 兰迪对着炉子是相当满意 他觉得自己可以度过一个舒服的冬天 就是强迫症看了会有点难受 真想把突出的部分给拒走 兰迪试着在里面生火 看会怎么样 烟雾能够顺利排放到外面 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体重 吃再多的食物还是下降了不少 就怕到时会被节目组给强制退赛 不过目前应该没有选手比他过得好吧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15天 大夫醒来后发现有头啄木鸟 难道这就是早起的人有鸟吃吗 那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 可惜当地并不容许选手捕获 只能待在那看着肉越溜越远 大夫到附近寻找能吃的食物 最好还是能够搞到点肉吃 这边除了鸟多之外 最容易碰到的应该就是是松鼠 也不知道在这里多了多久 大夫总算是找到一只 立刻拿起弓箭慢慢靠近过去 下一秒就看到着松鼠躺在地上挣扎 没能一击毙命 大夫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赶紧上去补上一刀 这松鼠要是能说话 肯定把它全家问候一遍 看起来就不是很大一只 大夫从胯部开始进行处理 皮毛弄下来后 就剩下这么点肉 不值得内脏可以拿去当诱饵 对于大夫来说 这只算是解解馋而已 有点遗憾的是没带孜然过来 不然味道会更加好 布鲁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已经很久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 比起上次挑战 他感觉自己的体重下降得更快 尽管如此疲惫了 但还是想再坚持一会 眼看气温变得越来越低 布鲁克今天要把壁炉给制造好 需要挖出一条地道 让那些烟雾能够顺利排放出去 我就好奇当初搭建时候 怎么不顺便壁炉放在墙边 现在还得像月鱼一样再挖地道 耗费不少时间才接通到外面 需要一些画树皮弄成管道 看起来像是随时会坍塌的样子 布鲁克也不在意 能通风就行了 然后又那个架子搬到庇护所里面 这样烟雾也能从上面排走 唯一要注意的点就是不能生太大的火 不然会把整个庇护所给点燃起来 整体来说还挺不错的 今晚应该能够睡上一个好绝 这边刚说完 外面就响起雷声 立刻跑到外面查看 吴云正在往这边笼罩过来 看来再过一会就要下大雨了 布鲁克也不知道庇护所行不行 如意后果然下起了暴雨 哪怕自己靠近壁炉那 还是感觉有点冷 最糟糕的是有水浸到里面 其他选手面对这也没啥办法 像老黑那防水部都被掀开 只能用手抓住 避免雨水把火弄熄灭 整晚都不敢入睡 生怕醒来家都没了 大夫那边也不好过 暴雨前才弄到一些柴火回来 也不知道够不够今晚用 幸好上面放了不少木头压着 不用担心屋顶会被寒风吹走 赖瑞对自己的庇护所 那是相当自信 早就已经躺在睡袋里面 要不是那雷声实在太吵了 今晚肯定能够睡个好觉 他比较在意的是 这雨会不会把食物都赶走了 有一说一 下次还是得能个门挡风才行 杰森并没有被暴雨影响到 睡得那叫一个惬意 要不是肚子实在太了了 他还想继续躺在睡袋里面 原本以为暴雨会影响到陷阱 没想到还会有雨挂在上面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块头那是相当不错 能让身体恢复到不少能量 然而那雨求生欲拉满 直接从他手里挣脱离开 气得杰森想伸自己两个耳光 到时候的雨这样就溜走了 现在心情那是相当糟糕 没有办法 只能回到睡袋里休息 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一些消耗 镜头老黑这边 虽然被暴雨折磨的不行 不过还是尽量让心情好起来 原本以为那些动物都跑远了 没想到还有只松鼠在那里 赶紧拿起石头试图把他砸晕 可惜这差的有点多 反而把松鼠给吓跑了 就在老黑叹气时 他又跑了回来 实在有够嚣张的 记得老黑直接用木块砸过去 看来今天又是得挨饿的一天 不知道大家更看好哪一个选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个男人为了赢得三百万奖金 实在太狠了 直接用刀挂树皮下来煮蔬池 好家伙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弄挂面 不知道这得啃多少斤 才能填饱肚子了 要是换成你会去啃树皮吗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二十天 还剩下七名选手留在场上 老黑好几天没吃过像样的食物 现在看着地上的幼虫都流口水 真想连那蚂蚁一起拿起来吃了 接下来要是找不到食物补充 自己怕是熬不到入冬了 趁着现在天气不错 多扔些榨芒到水里吸引鱼过来 不得不说 这效果是真的不错 一会的功夫就有上钩了 块头还挺不错的样子 只有一条鱼还不能填饱肚子 老黑想要再抓多几条鱼上来 跑到隔壁那边的钓鱼点尝试 今天的鱼非常给面子 老黑在这边同样也能钓到鱼上来 真的就是一个榨芒一条鱼 来了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觉得如此轻松 以后得多收集一些榨芒才行 一天忙碌下来 老黑手里已经有一大串 每一条看起来都挺不错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这一次稳了 九条鱼能够吃上好几天 熬到最后一天 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 目前还没有选手能够 一次性收获到这么多事物 老黑要是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他还是挺有机会进到决赛圈的 这么多鱼处理起来 也得耗费点时间 老黑突然发现底下的泥土不一般 感觉有点像是灰熊的爪子 这块头估计比他还要大 这里距离营地并不算远 都怪这里的鱼那么多 连熊都吸引过来觅食 下次的换到更安全的地方钓鱼才行 现在只想快点将那些鱼烤蔬来吃 生怕在这里待久了 纳熊闻着香味找上门 到时就是自己给寻家餐 布鲁克这边就要餐很多 与刚来时相比 体重下降了很多 平时只能找到一些植物时 补充到的能量并没有多少 这边还没看到过其他动物 都将希望寄托在钓鱼上面 他准备做个旋转器来控制甲尔 其实就是在那钻个洞 再用些铁线绑在上面 到时就能像鱼在游洞一样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都不知道在这里掉了多久 连一都没有看到一条路过这里 心情那是变得非常糟糕 布鲁克除了制造陷阱外 还会弄出各种配饰出来 能够暂时忘记对家人的思念 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好心情 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没能弄到失误 我看布鲁克应该是待不了几天了 杰森身上还有血脂肪囤积 能够抵挡住寒冷到水里抓鱼 可惜效果并不是很好 为了能够填饱肚子 他只能去将那些松树砍下来吃 一棵树就能够啃很长时间 但是吸取不到什么营养 只能算是把肚子撑饱而已 杰森已经管不了这么多 精挑细选了一棵较嫩的松树 先将表面粗糙的部分 全部清理干净 里面的白色就是他所需要的食物 取下一小块放到嘴里品尝 看他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就知道这味道是怎么样了 要不是为了拿三百万奖金 杰森现在就回家吃顿好的 他宁愿去挑战那九转大肠 也不想挨饿啃树皮吃 入夜后 自从知道有熊在附近后 老黑就老感觉有熊溜达 生怕自己睡着时有熊钻进来 也不知道庇护所能不能扛住 只能将防熊喷雾和电话随身携带 要是真碰到还能稍微抵抗下 也不知道自己晚上怎么度过的 迷迷糊糊等到天亮才放松一点 老黑的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 他原本还以为是自己太敏感了 但是看到周围有熊活动的痕迹 心情那是相当复杂 现在就算是想搬家到其他地方 自己也没有力气搬动 瞧瞧这树上的抓痕 都有他这么高 可想而知那熊块头有多大 不知道自己一个滑产过去能否解决 就在老黑未熊出没范畴时 赖瑞这边还躺在床上休息 最近都是靠着挖蒲公英填饱肚子 他感觉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 要是现在能钓到鱼尸就好了 赖瑞打算先把这一片蒲公英吃完先 毕竟入冬后 能吃的植物就不多了 吃蒲公英还有个好处就是 能够缓解一下头痛 熟悉的差不多了 看看今天那鱼怎么样 来到熟悉的钓鱼店 这次他准备了不少新鲜的诱饵 果然很快就有鱼咬了上来 但是被挣脱离开 可把他气得不行 幸好今天的鱼比较多 没多久又有一条鱼冒出来 赖瑞这次看着时机将它弄到岸上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鱼 可把他给激动坏了 等会就可以做一些炖肉犒劳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刚刚喊得太大声 突然感觉头有点晕 幸好这头都没撞伤 看来赖瑞的身体还是太虚弱 还是得多休息一下才行 真怕他突然晕倒在地上不起 赖瑞最近都在吃蒲公英 怀疑是吃多了才出现问题 暂时只能放弃靠着填饱肚子 但是不吃 他又能再坚持多少天呢 而杰森已经啃了几天树皮 他感觉的身体还不错 以后还掉什么鱼 直接啃树得了 杰森还想着将树皮挂下来晒干 到时或许还能磨成粉做成馒头 好家伙 这是要把树皮弄成各种料理 但是光啃树皮并不能提供脂肪 迟早会因为体重过低而淘汰 感觉杰森并没有想去钓鱼的想法 一天到晚就在那里吃树皮 我真担心这样周围的树都被他啃完 今天又是满满一大锅的辣条 可惜没有调料拌一下 虽然体重一直在那里下降 但是杰森觉得 精神变得越来越好 只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 肯定能够赢得那300万奖金的 回到营地里面好好休息 尽量减少一些体内的消耗才行 反正吃树皮能够维持住饱腹感 就看其他选手什么时候退出了 大家觉得他这样能躺到最后吗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23天 山姆正从防水部那取些水喝 这样能够剩下到河边打水的功夫 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搭建庇护所 随着气温变得越来越低 留给他搭建的时间不多了 目前也就把框架给弄好 要加快速度将那墙给盖好 山姆先把防水部拆下来 扑到过去看看 布的大小刚刚好能够张开盖住 上次过来挑战座的庇护所 被不少人批评 自己花了不少时间学习 这次弄出来的庇护所就要好很多 山姆觉得即使入冬也能睡个好觉 打算接下来几天将那墙给弄好 现在已经可以入住到里面 希望网上的风不要刮得太大就好 镜头来到大夫那边 他对自己的庇护所非常满意 经常能够听到鹿群的叫声 可惜自己没啥能力跟过去狩猎 只能溜到峡谷那边看看有啥吃的 不知道入冬前能够囤积到多少食物 大夫在这边溜到了好几圈 都没有看到什么动物的身影 只能跟着地上的痕迹寻找 突然好像看到树上那有什么在动 大夫立刻拿起弓箭慢慢凑近 成功命中目标 原来是一只松鸡 块头并不是很大 但是没有人会嫌弃这肉 抓紧时间将这处理干净 大夫虽然狩猎到食物吃 但是心情并不是很好 不想伤害到其他动物 激动的都流下了泪水 所以说你为啥会带弓箭过来 每一箭还射得那么准 杰森醒来后 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 自己明明已经吃了不少树皮 但是身体还是感觉非常虚弱 想要站起来都觉得有些头晕 还会出现一些耳鸣声 果然光靠啃树皮是熬不了多久的 杰森不信邪 还想着把树皮磨成面粉 再添加一些植物进去 希望这样能够让身体吸收得更好 挑了块不错的石头 方便把树皮碾碎 这一模就是好几个小时 看起来就像是麦片一样 想要么弄成面粉 需要耗费更多时间 就在杰森准备发力的时候 突然感觉肚子非常不舒服 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酸动 疼得他在那里哇哇叫 最后坐着都感觉难受 直接躺在地上抽搐起来 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不隔天再吃树皮了 好不容易身体才稍微缓和过来 继续待下去也不是办法 他现在只想呼叫医生过来 节目组接到电话后 立刻赶了过来 杰森脸色看起来越来越缺碎 医生立刻带回去打电梯看看 所以说想靠着啃树皮赢得冠军 难度还是太高了 剩下的选手获取到食物也不是很多 不知道哪个选手能够坚持得更久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在野外除了担心胖到熊出没外 最怕就是被叔叔给惦记上了 整晚都会被他们的声音给烦得不行 机制点的选手就会去布置捕鼠陷阱 等叔叔走过来压成鼠片吃 脑袋不大灵光的只会在那大吵大闹 甚至还会把防熊喷雾拿出来 想着把叔叔给喷麻了 搞得整的庇护所都是胡椒味 自己都没待到里面休息 要是你会怎样对付叔叔呢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24天 仅剩6名选手留在场上 其中食物最丰富的就是兰迪 手里还有8条鱼没有吃 他打算将这些放到壁炉里面烟熏 希望食物能够存放得久一些 这样每天都能补充点能量 确保不会因为太累导致晕倒 光靠鱼肉还不能熬到最后 得把菜谱变得更加丰富一点 兰迪听到外面有松鸡的叫声 等把这烟熏好就溜到附近看看 至少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才能够将鱼给烟熏好 趁着这个时间到外面看看 他猜测那松鸡就在不远的地方 随便选了个方向进入到里面 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会踩到辣条 他可不想因为被咬而抬回家 幸好自己的运气还不错 果然在前面看到有只松鸡 想都没想直接拿起弓箭靠近 可惜这一箭并没有将目标击落 反而把松鸡给吓跑了到其他地方 剑上到时粘了几根羽毛 证明刚刚还是有点效果的 松鸡受伤估计不会跑得太远 兰迪立刻加快步伐 继续往深处找看看 果然没走多远 就看到那松鸡站着 赶紧拿起弓箭 给他再补上一发 下一秒就看到兰迪手里多了只松鸡 块头那是相当不错 现在他就更有信心能熬到最后了 今晚有鱼有鸡肉 等会再收集些植物就更较美味了 经过长时间的烟熏 鱼肉再放上个礼拜都不是问题 只要能够继续保持下去 我实在想不到他会怎么输 反观布鲁克那边 已经开始摆烂 宁愿待在庇护所里面挨饿 也不想到外面寻找食物 加上现在下雨就更不想出去了 不是在那多喝热水 就在躺在床上怀疑人生 要是丈夫能跟过来就好了 至少自己不会感觉这么孤独 情绪那是变得越来越低落 看他这样子估计是走不远的了 就不知道还能在这里熬多久 本来想等雨停在出去走走的 但是吓到天黑都没有停的意思 布鲁克又是要挨饿的一天 自从上次老黑收获到不少鱼后 心情那是变得越来越好 日常醒来后来到河边钓鱼 现在已经可以轻轻松松弄到一些鱼 块头并不算是很大 但是只要数量足够多就行 这一天忙碌下来 已经钓到不少的鱼 老黑打算多吃这鱼进肚子里面 希望减缓一下体重下降的速度 在处理鱼时 没想到里面有只老鼠 它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 真好奇那鼠鼠是怎么被吃的 为了让食物存放的更久一点 至少得烟熏一整天才行 不知道会不会吸引到动物过来了 按照目前情况来看 老黑也是蛮有机会进入到决赛圈 还想着在营地附近布置一些陷阱 要是真有过来偷鱼吃的 那自己又可以多整些肉食 动物没有吸引过来 反而来一群苍蝇 可把老黑烦得不行 只好溜到外面布置陷阱 制造起来并不是很难 只是用树干和绳子结合起来 最后用树枝在周围稍微装饰一下 等那动物溜进来触碰到绳子 就会扯洞上面砸下去 说得倒是比唱得好听 就不知道具体效果如何 入夜后 老黑听到附近有寻叫声 就怕他闻着肉香摸索过来 幸好声音并没有持续太久 不过老黑整晚也没怎么入睡 精神状态并不是很好 真想就这样躺在床上睡一天 老黑强忍着疲惫到外面检查陷阱 隔着老远就看到有陀落的足迹 要是能够整上一头 自己整个月都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 他们一直营地附近徘徊也不是办法 迟早会把这边的植物给啃完 陷阱那边倒是有被触发 只是里面并没有抓到什么 反而把诱饵倒贴给他们吃了 老黑觉得是陷阱还不够完善 准备重新再制造一个出来 镜头来到大夫这边 正在给纳刀进行打磨维护 我还想着他会不会把受划伤时 周围出现了动物奔跑的声音 大夫赶紧拿起弓箭到外面查看 听声音应该就在附近不远处 如此就在河岸那边发呆 虽然成功命中目标 但是他求生欲拉满 将纳剑拿回来后立刻追上去 可惜刚刚纳剑没有击中要害 眨眼睛线纳卢茨就不知道跑去哪里 把大夫气得不行 早知道就在凑近点射击了 第27天 布鲁克好不容易等到天晴 他想着跑到山顶那边看看 希望能够找到些僵果带回来 要是天气能够继续保持住 自己也愿意多出来走走 刚说完没多久那风就刮起来 瞬间感觉气温都下降了不少 天空看起来也不太妙 布鲁克还是用着头皮往山上走 然而才走到一半 就有小雨滴 现在掉头回去还来得及 他好不容易出来一趟 不想就这样放弃 这次淋浴也要到上面再说 一路上倒是能找到些僵果师 可惜数量并没有多少 只能算是稍微结结缠而已 话书上面也能收集到一些军菇 拿起木棍往上面不断用力 很快就将军菇给捅了下来 这些拿去包汤特别好喝 背包瞬间就变得富裕起来 肯定有人会说 这些吃得还没爬山消耗的能量多 不值得跑过来浪费力气 布鲁克当然也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一辈子可能就来这里一次 他可不想整天都待在庇护所里 即使最后力道在地上也愿意 布鲁克在这里耗费了不少时间 自己终于快要抵达到山顶那边 上方的风景确实要好上不少 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营地 心情瞬间感觉舒服了不少 原本还想待待久一点的 可是那天气一点面死都不过 乌云都已经笼罩过来 看来很快就有一场暴雨袭击 布鲁克的赶紧回到庇护所呢 他可不想困在山里面淋雨 远方不断传来雷鸣声 风中还能感受到夹带着雨水 要不是担心在这里滑倒受伤 他真想直接滚到山下去 幸好现在那雨并不是很大 穿上衣服还能忍受得住 自己耗费了点时间精力 总算是回到庇护所这里 现在就怕后面几天那雨不停 自己也没办法到外面收集食物 看样子应该是熬不了多少天 布鲁克打算能熬一天算一天了 赖瑞最近被鼠鼠烦得不行 整晚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自己根本没法入睡 担心会跑到身上到处乱窜 整个人烦躁得不行 真想拿棍子将他们给一窝端了 大夫这边庇护所 也由鼠鼠到处乱窜 就在隔壁布置了陷阱 没想到那鼠鼠直接无视他 所以说不做死就不会死 新鲜出炉的薯片就有了 一个晚上的时间 大夫就抓到三只鼠鼠 自己那时什么肉都敢尝试一下 节目组并不建议选手吃这些 怕会感染到什么瘧疾 不然今天就有顿丰富的早餐吃了 换作是你 会想着把鼠鼠烤来吃吗 赖瑞那边一直都没有找到 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现在他满脑子都是把鼠鼠抓到 进到庇护所里面大吵大闹 希望这样能够将鼠鼠吵醒 光寒感觉不够过瘾 又拿出防熊喷雾到处乱喷 真怕他到时胖到熊市不够用 一顿操作后 总算是让心情好上一些 现在庇护所里面到处是胡椒位 想进去躺着休息都没办法 这样一想赖瑞感觉自己真有点蠢 不知不觉已经进行到第28天 大部分选手精神状态都不好 就看谁的意志力更好一些 而布鲁克那已经忍受不了这里 呼叫节目组过来带他走 除了因为食物的问题外 最大的原因还是觉得一个人太孤独了 上次挑战有丈夫陪伴 自己每天都想着回家 能够坚持到现在已经没啥遗憾了 布鲁克会选择退出并不意外 毕竟啥食物都没有 迟早的事情 接下来气温会变得越来越低 剩下五名选手在坚持着 不知道大家更看好哪一个选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好家伙 别人还在为食物担忧时 大夫在周围溜达一圈 就碰到一只受伤的松鸡 想都没想 立刻带回去救助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自己对此那是相当伤心 要不是看到他 那还扎着剑 我差点就信了他的鬼话 大夫含泪将松鸡给处理干净 放到火上慢慢烤熟 虽然什么调料都没撒上去 但是光闻着肉香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想起之前碰到卢瓷 也不知道他受伤后飞去哪 他觉得光靠弓箭很难狩猎到 打算亲自动手制造个头毛器 这杀伤力比弓箭强太多了 别纳如此 就是驼鹿也能一击毙命 大夫也是耗费不少时间在这上面 甚至打算在上面雕刻些花纹 到时还能带回去做个纪念品 具体成品是这个样子的 手指插进洞里面 然后就可以将毛安放好 最后瞄准目标狠狠甩过去 大夫觉得这毛还能再调整一下 自己就更有把握能够狩猎到食物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武器能达几分呢 第29天 兰迪昨晚睡得并不是很好 不知道哪里跑来的驼鹿 晚上不睡一直营地附近那叫 问题现在还没入冬 而且距离春天还有段时间 兰迪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好 简单调整心情后到河边钓鱼 他想着多弄些雨囤积起来 担心入冬后自己找不到食物 当然要是能狩猎到头鹿就更好了 还是那个熟悉的钓鱼点 今天运气不错 很快就有鱼上钩 没想到那鱼求生欲拉满 不仅挣脱离开 还差点把兰迪给弄倒 他的体力确实是下降太多了 在这里吃再多的鱼还是感觉会了 现在兰迪连钓鱼的力气都没有多少 总能看到有鱼挣脱离开成功 幸好自己还是坚持住了 后面的鱼块头就稍微小一点 兰迪能够顺利将它们弄到岸上 一天忙碌下来 自己收获到一大串鱼 这些烟熏好也能吃上好几天了 赖瑞就没有它们过得这么舒服 已经好几天没吃到像样的食物 加上夜里会听到动物的叫声 自己想睡个好觉都难 一直盯着门口那边看 生怕突然有东西钻进庇护所里面 听外面的动静 感觉有点像野猪 赖瑞被烦得不行 立刻拿起武器 到外面制造出一些动静驱赶 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 赖瑞很想就这样一整天都躺在睡袋里 可惜肚子一直在那咕咕叫 或许可以试着去狩猎那野猪 至少自己能够再熬多个月 之前就有在附近布置过陷阱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一直没有看到有触发的迹象 赖瑞打算检查完陷阱后再加工一下 让他没想到的是陷阱那有食物 问题已经被掠视者啃咬过 这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可把他给筹坏了 倒是其他陷阱那发现有薯片 虽然鼠鼠身上不知道潜藏着什么病菌 但是赖瑞实在饿得不行 宁愿回去多打些抗生素 也要将这带回去烤熟吃 来之前还觉得自己可以找到不少食物 没想到 现在能弄到只鼠鼠吃 已经算是过得相当不错了 入冬后食物会变得更难找到 打算制造个鱼网出来 等那些鱼靠近后就能捞起来 在编织的时候 赖瑞老是想起家人 导致心情变得越来越沉重 上次挑战的时候 自己差点就要被孤独感给压垮 这次要比之前好上一些 不过还是得想办法缓解一下 他能想到的就是对着镜头口吐芬芳 一顿发泄过后 心情才稍微好上点 耗费了不少时间在编织鱼网上面 成品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立刻拿到岸边看看效果怎么样 刚把鱼钩放下去没多久 就有鱼咬了上来 立刻用网给捞起 再也不用担心那鱼会挣脱离开 实名推荐给兰迪使用 效果是真的好 他觉得自己又可以了 将鱼给清理干净 等会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后面就看入冬前能否多囤积点食物了 赖瑞迫不及待回到营地里烤鱼 就是那木棍弄得有点短 感觉自己那手都会烤熟 久违的鱼肉吃得那是相当开心 镜头来到山姆这边 难得天气不错 把袜子拿出来晒干 虽然自己身上还有不少脂肪 但感觉坚持不了多少天 每天醒来后都会跑到岸边检查补鱼器 听到这笑声就知道里面有货 没想到会是个水质 山姆总不可能将这烤熟吃吧 那可是德爷都嫌弃的食物 只好扔回水里面 希望能吸引到鱼过来 自己还是溜到附近有什么吃的 大夫这边正待在庇护所里面取暖 最近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避免也没有想象中饱暖 需要耗费收集更多柴火回来 自己还得想办法弄到食物 路上能够看到不少路走过的痕迹 或许可以跟着这些痕迹过去 要是能抓到一头路的话 自己就更有把握能够待到最后 打算在隔壁搭建出一个树架 这样能够更容易看清情况 同时埋伏起来也会方便很多 就是搭建起来实在是累 不仅要砍树还得爬到树上安放 大夫先腾成三角形 然后再将它们给绑起来 确保自己在上面有足够的空间 唯一担心的点就是怕树枝承受不住 这高度摔下来 断条腿算是幸运的了 大夫毕竟年纪大 加上在这里吃不饱 干起活来 真怕它出现什么意外 它也是强忍着难受 慢慢将这搭建好 这高度看着都觉得吓人 换作是我肯定不愿意爬上去的 第31天 气温又下降了几度 老黑外出钓鱼前要再多穿几件衣服 他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冷的天气 现在下水感觉被挣扎一样 估计再冷一点 自己就不能下水钓鱼了 今天的鱼并没有看到几条 感觉自己那脚都要冻僵了 还是没有鱼上钩 只好挪动到周围的区域看看 蹲守了半天 还是没有什么收获 这还没有入冬 那些鱼就开始冬眠了 后面咱们获取到食物成大问题 只好留到丛林收集些柴火回去 镜头来到兰迪这边 庇护所附近已经开始在那结霜 这样的气温非常影响鱼的活动 自己囤积的鱼那是越吃越少 它需要扩大密室的范围 不能光靠鱼肉维持住生活 今天打算到丛林里面抓松鸡吃 试着吹口哨吸引他们出来 但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该不会是天狼 迁移到其他区域了吧 兰迪从小就跟着爸爸受敛 在这里待久了 听想念家人的 他希望能够带着三百万奖金回去 这样自己就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松鸡没有找到 但是发现不少骨头 这些都是被狼吃剩的 虽然目前还没听到狼吼声 但是这边区域肯定有狼出没 自己的小心一点才行 眼看天色也不早了 是时候回到庇护所那边休息 因为食物的匮乏 老黑把吃剩的鱼皮又拿出来 将上面那一点碎肉都刮下来 估计以后那鱼皮还能拿去泡汤喝 也不知道哪里出现问题 火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饱暖 需要添加更多柴火到里面 前几天还能到水里走一走 现在烘干袜子都觉得困难 山姆娜也是一直没有吃饱过 现在鱼也没有钓到几条上来 打算用细绳编织成一张网捕鱼 别看它现在还有不少脂肪 身体那是相当虚弱 砍下一棵柳树下来 将周围的树枝给清理干净 等会就可以把网串到上面 然后有石头固定住 确保在水里能够顺利张开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欲撞上来 可惜山姆没有弄个码头 不然他就能到深水区那边 捕获的成功率会大很多 山姆的想法是挺好的 但是在这待了一会 感觉不对劲 那河流变得越来越湍急 鱼网都没有放下去 感觉随时都要被冲走的样子 气得山姆只能扔石头 浪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在鱼网上 没想到一点用都没有 感觉自己肯定是走远了 本来就不怎么擅长狩炼 入冬后自己的处境会变得更困难 肚子实在饿得不行 只好将水质和蜗牛掏出来 准备整锅海鲜汤喝 希望山姆不会感染上什么寄生虫就好 煮熟后稍微烤一烤 味道那是相当的怪 我宁愿去吃薯片 至少还有点肉香 换作是你想尝一下吗 也不知道接下来谁会淘汰出去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这个在镜头前大喊大叫的男人 都已经饿了好几天 可还能这么中气十足 确实是不简单 营地外面的话术上都结了层冰 再过几天估计就要入冬了 不过这些对他来说都不重要 之所以会这么兴奋 是因为昨晚没有老鼠烦着他睡觉 毕竟他在周围布置了不少陷阱 这不就看到陷阱那边抓到一只 赖瑞对此那时笑得非常开心 不断用树枝敲击发现 恨不得他头都敲下来 节目组并不建议选手抓鼠式 赖瑞饿得不行 才管不了这么多 等叔叔解冻后就考书来时 突然隔壁陷阱被什么东西触发了 没想到呀 还有真的有直接送上门的 瞧瞧这新鲜出炉的薯片 可把赖瑞笑出了猪叫声 为了表达对叔叔们的感谢 甚至还给他们弄了个墓碑 叔叔要是知道 那棺材板肯定压不住 这也能说明赖瑞有多讨厌叔叔 他希望他们一家人整整齐齐 又周围设置了好几个现行 反正别来庇护所里面捣乱就行 眼看外面就快要下雨 今天就待在里面烤薯片吃 感觉到自己能睡个好觉时 突然听到有什么在屁股纳动 好家伙 又由叔叔送上门 可把赖瑞给气得不行 早知道会这样 他就待灭薯药过来 现在一天的好心情都没了 今晚还得跟叔叔们斗智斗勇 甚至有点想回家算了 果然 笑容是不会消失的 只是转移到其他人哪 老黑庇护所那也有叔叔出没 他可不会惯着他们 看准时机直接拿起木棍砸下去 轻轻松松就收获到一只叔叔 正好感觉肚子有点饿 今晚宵夜决定就是你了 大不了回去再多打点抗生素 老黑还没清理过这么小的老鼠 将皮毛和内脏清理干净 块头实在太小了 随便整整就好 最后也就得到这么一点肉 真的就是节气馋而已 立刻放到火里面烤熟 老黑还不忘嘲讽一下叔叔 下载只希望其他叔叔闻到肉香后 不要再溜进庇护所里面 他可不想整晚都听到他们声音 至于味道 想都不用想 必须得吃鸡肉味 尽管如此 反正我是不敢吃的了 换作是你要尝一口吗 镜头来到山姆那边 他也被叔叔给烦得不行 一直营地外面到处乱窜 山姆直接在隔壁布置了个现行 就等着他们自己撞上来 果然弄好没有多久 就又出现动静 现行比想象中要成功 叔叔就这样被压在下面 山姆看着实在是心疼 立刻上去给他补上一棍 瞬间变得血肉模糊 他感觉叔叔身体有点冷 赶紧串起来扔到火堆里面烤 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建议节目组现在可以去 多准备一些点抗生素囤着 第33天 天气变得越来越冷 最近几天 大夫都没有看到食物 比起鱼和松西 他更想狩猎道路 大部分时间都在峡谷那边逗留 好消息是有看到路活动的痕迹 坏消息是自己没有跟踪到 时常能够听到路的叫声 双方距离应该不会太远 现在最好就是往山上绕过去 只要不被他们闻到气味 自己还是挺有信心能狩猎到 大夫在狩猎上耗费这么多时间精力 我觉得还不如多掉些余号 多多转转总算是看到纳路了 立刻加快步伐跟上去 虽然已经足够小心的了 但是还是惊吓到他们 当他绕到伏几点时 纳路早就溜远了 坐视这次机会 也不知道下次能否碰到 大夫心情那是相当糟糕 没有什么力气跑到前头 加上时间也不早了 只能回到庇护所那 大夫思考着怎么将路 驱赶到营地那边 方便自己动手 不然继续这样下去 身体实在扛不住 总不可能去爬了树皮下来吃吧 之前那个都躺医院好几天了 外面下雨 兰迪只能待在木屋里面 反正没什么事情做 给自己弄了个椅子 躺着舒服点 制造难度也不是很难 只是将树枝编排绑起来 稍微耗费一点时间在上面 他有些担心家里的情况 上次都没离开这么久 就怕他们出现什么意外 说着说着就把成品弄出来 在野外有个靠背的椅子 兰迪对此已经相当满意了 刚好外面那雨也停了下来 是时候到外面看看有什么能吃的 比起艾乐 他更害怕面对孤独 打算跑到那座山上看看 我不是很理解选手 明明身体已经这么疲惫 为什么还浪费这么多力气 还不如去河里多钓些鱼 兰迪来了这么久 第一次跑到这么远的地方 体力消耗的那是相当快 兰迪已经做好身体扛不住的准备 一路走过来都没有看到什么吃的 只能期待上面能搞到点浆果 也不知道在这里走了多久 能吃的几乎没有 看着自己的庇护所 兰迪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好 或许回家洗洗睡也不错 反正自己在这里待也足够久的了 倒也没有感受到什么遗憾 看来很快就有人要退出挑战 时间来到第34天 大夫这才想起 要搭建个好点的庇护所 看那捕猎陷阱没有什么用 正好拆了拿回去 省下砍树的功夫 现在的体力并不是很多的样子 大夫也觉得自己计划上出现问题 应该早一点将这给搭建好 搞得现在干一会就感觉累得不行 加上天气变得很快 眨眼星就下起了雪 这工程需要耗费更多时间精力才能搞定 入冬后 自己也很难寻找到食物室 只能坐在原地那里苦笑 真想就这样躺到比赛结束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比较容易发现路的足迹 大夫真的是把希望都放在路肉上 反观老黑那边就要开心很多 还想着倒是堆个雪人出来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就越难找到食物 要不是看到水利友在那里蹦跌 他是真的不想进到水利钓鱼 毕竟那水是真的冷 要是不小心滑倒 自己那就真的是要凉凉了 本来就只是尝试一下 没想到还真的会有鱼咬上来 老黑这次钓到的块头 看起来还不错 能够稍微填饱一下肚子 立刻带回营地处理干净 他有些好奇还剩下多少选手 自己都过得这么艰难 其他人应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希望他们能快点离开这里 老黑很想带着奖金回家炫耀一把 要是后面还能找到食物 估计自己还能够再坚持多个月 就是有点想念家人 不知道会不会被孤独给压垮了 山姆打算将庇护所的墙给建起来 整天被寒风吹也不是办法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那门 他现在弄个像家里那样的 试着多收集一些材料搭建起来 山姆非常想念跟家人的日子 特别是孩子还小 担心妻子照顾不来 为了节省点时间 他只是弄了个框架 然后把画树皮铺满上面 反正只是用来挡风 没有必要弄得太过严密 就这样一层一层填充上去 整体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就看能否抵挡得住寒冬 突然下袭雪来 山姆有些担心会把屋顶压垮 看来庇护所还得继续加固才行 现在天气有多冷 看兰迪的瓶子都结冰就知道了 自己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退出 平时还能看到水里面的鱼游洞 现在基本上已经都看不到了 前不久自己还能搞倒点食物 现在彻底是没戏了 营地周围能吃的植物也枯萎 这一切都在告诉他是时候回家了 拨通电话给节目组前 兰迪到水里好好清洗一番 饿了这么多天 身体还这么健康 这可比其他选手强多了 可惜最后还是决定退出挑战 上岸后就让节目组过来接他 前期兰迪有着不错的表现 我一度以为他能赢得奖金的 但是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能获取到的食物变得越来越少 加上对家人的思念 彻底压垮了他 兰迪离开后 场上就剩四个人 大家的肚子都是在那里饿着 谁都有可能会赢得三百万奖金 而赖瑞被鼠鼠折磨得疲惫不堪 希望这场血能把他们冻住 除了砍伐搬运木材外 自己也是没啥事情能做 现行没用 鱼掉不到 整得自己都想去爬山打发时间 精神状态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他感觉身心疲惫 只能怒吼发泄 每次看赖瑞这样嗨 真怕他太过用力 把自己给累到了 大家觉得下个离开的人会是谁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三十五天 仅剩四名选手留在场上 老黑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像样的食物 身体那时变得越来越虚弱 经常会半夜给恶性 现在看起来要变得更加憔悴 他感觉吃再多的食物也撑不下 打算能熬一天算一天 看到下雪 老黑就想制造个雪橇 到时收集搬运柴火就方便很多 制造起来倒也不是很难 就是有点耗费时间 光是弄着相等的松树 就打磨许久 还在上面弄了不少凹槽 把树枝安放上去固定就差不多了 肯定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浪费体力做这个 我觉得大家还是格局小了 老黑要是不干活哪来的镜头 到时都没法和亲朋好友炫耀了 所以再苦再烈也得去做点事 老黑弄出来的雪橇看起来还不错 问题是现在的雪还是太少了 还得等上些时间才用得上 我真怕老黑熬不到那天就回去 大夫这里的情况也不是很好 原本还想着把庇护所升级巩固一下 但是身体实在是疲惫的不行 没有多少力气放在庇护所上面 平时也只能采摘些植物泡茶喝 稍微缓解一下胃痛的症状 因为长时间缺乏营养 那牙齿都开始有些松动 上次挑战就是因为体重过低 被节目组给强制退出挑战 随着气温不断下降 父亲已经看不到松鸡和鱼了 想要赢得那300万奖金 只有狩猎到驼入才能够实现 现在洗个衣服都会气喘的不行 看他这个样子 狩猎肯定是悬了 很有可能再过几天和老黑结伴离开 怀念起刚来时那鱼有松鸡池 随着气温下降 连根毛都没有看到 强忍着难受来到伏击点那边 攀爬上去都要累得不行 真怕他没抓稳摔下去 大夫打算接下来日子 就在这里蹲手驼路过来 我感觉他只是坐在那挨饿 都不知道要等多久 才会有头鹿送上门 大夫被寒风吹了大半天 实在是冷得不行 这才下来到河岸边那坐着缓缓 如果不是肚子饿得不行 他还是挺喜欢待在这里的 与其想着狩猎到鹿肉市 我建议还不如沿着河流过去钓鱼 大夫觉得身体是扛不下去了 纠结了很长时间 最后还是为了身体健康着想 他决定播通节目组电话退赛 还以为能再撑多几天的 大夫挺可惜的 如果不是一直想要狩猎那路时 体力也不会消耗得这么快 经过这两次参加挑战后 收获到不少宝贵的经验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够过来 随着大夫收拾东西离开后 现在就剩下三名选手留在场上了 大家觉得谁更有机会赢得奖金 赖瑞并不知道这些 入冬后 少了数数的打扰 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 还想着攀登到那边山顶那 好家伙 真的就是有事没事 都先去爬个山再说 他也没打算能弄到什么事 一眼望过去 有不少植物已经枯萎 搞得数数只能往他营地纳酸 花了不少时间终于来到山脚 抓紧时间到山顶那欣赏风景 这边也没有看到江国 到时发现杂草上面有些绒毛 要是再等上些时间 或许还能整道点军孤回去 附近只有一小部分植物能吃 就在赖瑞准备继续赶路时 听到有狼群的吼叫声 地上也出现他们的粪便 自己难得出唐远门都能碰到狼 不知道该说幸运还是倒霉了 尽管如此 赖瑞坚持要到山顶那看看 上方并没有他需要食物 只能看着周围的风景 怀疑人生 要不是那狼一直在呐叫 赖瑞还想着看完日落再回去 时间来到第36天 老黑减少了外出收集资源的时间 尽量待在庇护所里面 节省体力 精神状态不错 还有心情制造礼物 准备给亲朋好友一人整上一根 将表面打磨一番 然后在上面雕刻纹路 离家这么久 非常想念家人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可以肯定的是 绝对要比他吃得好 装饰品弄出来是这样子的 大家觉得这像什么东西呢 赖瑞庇护所那边 时不时还能听到老鼠声音 只要不钻进睡袋里面 都懒得起床捕获鼠鼠了 他非常想念跟家人一起吃饭的日子 特别是那奥尔良烤鸡 真的是越想越饿 赖瑞这那是想念家人了 单纯只是想吃顿好的 费了不少功夫才挣脱睡袋 看看这里还能否钓到鱼吃 大部分鱼都已经溜到其他地区 还剩下一些不怕冷的还在 赖瑞就想着钓条上来填饱肚子 可惜待了两小时都没啥动静 只好跑到其他地方继续钓鱼 他还是太低估天气对鱼的影响 无论怎么努力都没什么收获 赖瑞感觉继续这样下去 自己怕是要狗带了 珊姆娜还有心情制造墓碑 他觉得用这东西喝水非常棒 会添加一股大自然的味道 绝对要比家里的杯子好 制造起来也不是很难 用斧头将木块表面进行加工 然后把木炭烧出一个洞出来 得注意把握好温度 烧得太晚会把整块木头都点燃起来 最大的问题就是那烟雾 可把珊姆的眼睛呛得不行 坚持一段时间后 里面已经烧得不多 接下来就是用锯子弄个把手 沿着边缘慢慢打磨过去 最后得到的成品就是这个样子 与其说是杯子 看起来更像是个大勺子 难道这样装水喝会更香吗 第37天 老黑已经比上次挑战待得更久 平时也就体现的时候能见到人 自己一个人待久了 是真的难受 总想着再待多一天就有奖金了 虽然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留在这里 他估计还剩下不到一半的人 节目组安排的地点都差不多 现在应该都处于挨饿的阶段 之前还能靠着乍猛去钓鱼 天冷后 别说看到鱼了 连乍猛都没有胖到过 必须得换成其他东西做诱饵 老黑打算将用铁丝将三个钩子绑在一起 然后再用一些散绳加工 看起来就像是个草群一样 有没有钓友知道 这样能吸引到鱼吗 老黑来到河岸尝试钓鱼 吃粥还是吃饭就看他的表现了 他对这诱饵还是蛮有信心的 我就好奇之前怎么不弄出来 每次都是快饿晕裁个常试 说着说着 鱼竿那边就传来一股力量 老黑迫不及待想要把鱼给扯上来 谁能想到这都能让鱼挣脱离开 而且还把那幼儿给带走 本来就不富裕的老黑变得更贫乏 看来钓鱼是真没法子了 山姆那边手工活作上瘾 开始准备礼物带回去 像勺子就特别适合送人 制造的时候就怕那刀会划伤自己 他觉得良女儿肯定会喜欢 我觉得这么大的勺子 孩子肯定会拿起来当玩具 耗费了不少时间在这上面 是时候准备将屋顶进行加固一番 有些担心那雪把庇护所压垮 需要到附近砍发搬运血才要回去 没有食物填饱肚子 他时常感受到胃痛感 自己也不知道能在这里坚持多久 真的就是能待一天算一天 把树干往屋顶那进行加固 只要不是突然下大雪 屋顶的承受能力应该是没啥问题 我觉得这天花板弄得有些随意 希望真像山姆说的那么可靠 与改来时相比 体重下降了相当多 双下巴都快要看不出来 果然减肥还是得野外才有效果 自己又开始制造各种东西 只有这个时候 才不会乱想 准备多弄个凳子 到时带到外面坐着欣赏风景 难度也不是很高 就是不大好掌握住凳脚高度 被山姆锯得那是越来越短 经过不断加工巩固后 凳子总算是弄出来了 坐在上面还有些摇晃 问题不是很大 能坐着就行 按照目前身体的情况来看 哪怕后面弄到食物时 为了确保身体健康 自己最多也就待多个礼拜 也不知道能否把其他选手给熬走了 赖瑞那边还囤积着一些蒲公英 虽然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但是自己也没啥能吃的了 满脑子都是各种甜品和烤肉 要不是为了拿300万奖金 早就拨通电话回去吃顿好的 赖瑞自己也快要到极限了 也是抱着能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态 剩下的三名选手都想着快点回家 看来谁会待到最后都有可能 不知道大家更看好哪一个选手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想要在野外赢得300万奖金 这心态必须要好 哪怕肚子再饿 也得要整活一下 这不就用画树皮加工成面具 王连上一带瞬间帅气了不少 大家觉得这能打几分呢 荒野独居已经进行到第40天 仅剩三名选手留在场上 现在气温只有几度而已 即使待在庇护所里都感觉冷 每天醒来都能看到纳水冻得硬邦邦 需要耗费不少柴火加热 幸好老黑在入冬前囤积了不少柴火 省天佑应该还能再坚持个礼拜 原本还想着到河里面钓鱼 但是一走进去就感觉不对劲 之前还能走到对面呢 现在水位上升了不少 没法到走到更深的区域 只好沿着海岸线走过去看看 这边都已经结上一层冰 可想而知这水都多冷 老黑只是站在水里面一会 那脚都感觉有些冻麻 加上没有看到有鱼出没 继续在这等也不是办法 还不如回到上岸轰干身子 他可不想把脚给冻伤了 山姆也是冷得不想离开被窝 虽然最近没有吃到像样的食物 但是精神状态方面还行 他就是有些担心庇护所会坍塌 今天尽量多收集一些柴火回来 入冬后基本上很难找到食物了 要不是身上的脂肪比较多 自己早就回家吃大餐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到野外收集搬运材料是真的折磨 真怕他会突然饿晕到地上 赖日一大早就被啄木鸟吵醒 要不是当地不容许狩猎 真想起身给他来上一发 入冬后食物是变得真的少 之前被鼠鼠烦得不行 现在一直都没有看到 反正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刚好看到有根倒下的画树 打算利用树皮制造个面具 这样就不用担心 在雪地弄伤眼睛 用手笔划一下眼睛的位置 然后在上面弄出两个小孔就行 面具遮痒一袋 谁也不爱 赖瑞最满意的点就是鼻子那里 戴在上面一点都不感觉难受 他觉得有当年燕祖那那位了 这要是能拿到店里那麦 绝对会成为冬季爆款 然而这高兴并没有持续多久 赖瑞一闲下来就感觉特别孤独 很想找个人互相聊天 不然一天到晚对着镜头自言自语 他觉得自己都快要疯了 在这里的心情就是 这么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算算时间孩子们都要离家 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上学 意味着自己现在回去 估计也是自己一个人 这样一想就变得更加伤心了 赖瑞很想带着三百万奖金回去 但是身心都疲惫的不行 很难继续在这里坚持下去 上次挑战回去后 自己花了不少时间才调养好 他可不想再经历多一次这样的经历 坐在那里沉思了很久 最后还是拨通了节目组的电话 没想到看起来最活跃的赖瑞 反而是被孤独感压迫的最大的人 很快节目组就来到营地这里 虽然并没有带着奖金回去 但是对这里还是挺喜欢的 如果入冬后能够找到食物 自己或许还能够再坚持多一回 每天都躺在那里挨饿 实在难受 回去必须得吃顿好的才行 要是下次还能过来参加 必须得再增重个二十多斤才行 现在就剩下老黑和山姆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谁能获胜呢 反正赖瑞是看不到了 赶着回家去大吃一顿 才过了一天的时间 气温又下降几度 下雪后想要弄到食物就更难了 老黑一醒来就看到白茫茫一片 平时就挺喜欢和儿子打血仗 要不是身体比较虚弱 他真想待在雪地里面 堆个雪人出来 现在也只能弄些雪球完满 等老黑兴奋过后 这才意识到自己衣服穿少了 赶紧回到庇护所里面生火取暖 还是低估了这里的气候 柴火比想象中要消耗的快很多 得流出一部分体力到外面 砍发搬运柴火 虽然屋顶上面囤积了不少雪 但是只要庇护所的温度足够高 它们就会融化成水散走 老黑这想法是挺好的 不过也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柴火 等了这么久 那雪橇终于能拿出来用 想要在野外待得久一点 不仅要看谁更能够挨饿 也要看谁囤积的柴火多了 他觉得自己有雪橇的帮忙 能跑到更远的地方收集柴火 这是其他选手做不到的事情 然而现实并没有想象中顺利 这边的雪实在太厚了 只是在上面走了一会的功夫 雪橇上面就堆满了雪 拖动起来特别费劲 老黑不得不停下来收拾一下 地上有不少动物活动的痕迹 可惜自己没啥力气去狩猎了 除了黑熊会这样弄歪 实在想不到这么有什么动物会这样 有些担心黑熊跑到庇护所那边 自己可不想成为它的储备肉 希望不会真的那么倒霉吧 第42天 山姆就要乐观很多 还给自己整上甜筒吃 这可比那些超市卖得好多了 绝对是纯天然无添加 山姆保证每一口吃下去都是冰 而且还能免费无限续杯 欢迎大家过来品尝一下 吃完甜筒后 山姆试着在这里找些吃的 雪地上面有兔子的足迹 这可能是他还能受力到的食物 可以在周围设置些现行 立刻拿起开始收集材料 打算在两棵树中间安放好 上面还需要个中午压住 山姆也是耗费了不少功夫 才找到一个大树干过来 只要那兔子触碰到陷阱的话 就会狠狠砸到地上 理论上野猪也能把脑袋砸开花 希望到时候画面不用打码就好 大家觉得山姆这能抓到吃的吗 而老黑还在坚持到水利钓鱼 可是效果并不是很好 感觉身体已经承受不住寒冷 继续这样待在外面也不是办法 他只好溜回营地里面休息 一直有个声音在耳边叫他回家 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 第45天 山姆已经适应现在的环境 靠着植物和水填饱肚子 外面下起雪来 自己也不指望有食物能吃 他非常想念家人 恨不得现在就回到家里 虽然不知道还剩下多少 但是肯定人数不多 要是能再坚持一回 获胜的机会更大 老黑的身体已经在崩溃边缘 光是出去打水回来就累得不行 加上夜间就自己一个人实在太孤独了 两者情况这样一对比 冠军是谁很明显了吧 老黑一天就要躺个20个小时 他实在想不到还有谁没退出 反正自己那是真的扛不住了 呼叫节目组过来接他走 老黑看起来随时都会晕倒的样子 现在的心情可彼是相当糟糕 都已经躺到56天 这都还没宣布冠军 他实在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奖金没有搞到 回去还得花钱调养身子 一想到这心情就变得更差了 对于老黑来说 饿肚子还能接受 但是一个人待在这里真的很难 要是能换成双人挑战 他觉得自己能够待得更久一点 山姆并不知道这些 他正忙着尝试用血节走路 打算等血在后天继续行动 好家伙 山姆怕是做好多个月的准备 活该他能赢得300万奖金 现在就怕等会提前出现问题 原本节目组前几天就要来了 为了等山姆妻子过来 硬是让他又多饿了几天 幸好山姆体内的脂肪还挺得住 他对自己的身体非常自信 来了这么久也就常未出现点小问题 实在想不到自己怎么被劝退 等了一会 节目组终于过来检查身体 与刚来时相比 瘦了将近40斤 已经很贴近劝退的体重线 山姆还以为自己要被劝退 立刻开口表示自己一点都不饿 再待个月都不是什么问题 看节目组那静静的站着 山姆觉得自己怕是走远了 情绪一下子没有绷住 直接哭了出来 他并没有注意背后有人过来 一直在那说着失败感言 突然好像感应到什么 没想到妻子会来到现场 这下哭得更加难受了 山姆没有想到 自己会赢个冠军 还以为是在做梦 自己刚刚还以为要被淘汰了 一想到这那脸瞬间红温 还以为拿到冠军就有吃的 没想到大家都没有带过来 山姆又哭又笑的 这次终于可以带着奖金回家 陷阱虽然没有用 但还是得拆除离开 其次看到庇护所非常惊讶 没想到里面东西这么齐全 他非常喜欢这样的建筑 让山姆回去也搭建一个 现在要将东西全部收拾带走 事实证明 只要脂肪足够多 甜甜挨饿都不是问题 不知道下次有谁会过来挑战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